喔!你去買什麼? 你怎麼會來煮湯? 你怎麼會來煮湯? 你怎麼會放下去? 我跟妳說,因為今天換新的冰箱 喔! 這樣 偶像 你看看 專業的買菜車啦 蓋桌蓋桌 好啦,要蓋桌啦,那冰箱我把它放下去 好 新的冰箱 漂亮! 終有限冰箱 因為之前我們家就是 舊的家 剛結婚的時候 舊的家 那時候空間有限 所以買了長飯糕量好之後的冰箱 想辦法買到最大 你知道多大嗎? 多大 沒印象對不對? 380公升 也太小啦 也還可以啦 現在覺得很小 中等啦,我覺得中等 一般OK啦 可是隨著家裡小朋友越來越多 然後需要的冰箱容量越來越大 很恐怖 前陣子就開始笑聲 看到那個電視廣告啊 看到那個人家介紹 就想說 至少要趕到一個 600公升的冰箱 那 後來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家 我們後來搬了家 新的家之後 空間其實也不是很大 原來380公升的冰箱 跟我們一起過來 後來發現 長飯糕就差不多是這樣 而且你要經過這個樓梯啊 也差不多就是那個大小 後來長飯糕大概就限制這個極限 好像說太多 超爽很爽 我們是要開箱新的冰箱好不好 現在是要講原油啦 好 重點為什麼 後來終於換到冰箱 因為 我發現現在頭緒把這款冰箱 很厲害 為什麼 長飯糕跟我們原來的舊冰箱 差不了多少 但是呢 它的內容量 各位觀眾請鼓掌 有多少多少 有600公升 601公升 正確 看我們長飯糕 一樣長飯糕 沒有差很多喔 很厲害 我們原來的位置也給 塞得下 不是用塞的喔 是放進去左右 油刃有餘 這樣 601公升 讚 好 總是就是換了這個冰箱 換了這個冰箱 跟大家介紹我剛剛大包小包 為什麼不用怕塞不下 因為容量蠻大的 那再來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 嘿 那天 小朋友看到這個 就一直瘋狂的玩 啊這什麼東西 啊 這很好玩 他就一直這樣開關開關 我說那時候 我還沒發現這個功能的時候 他就知道 就是 他有那個one touch 就會自己拍的功能 喔 加Fashion欸 加厲害 好啦總之 如果你手上有拿東西的話 你這樣要手肘這樣子 噢 但是你不會 沒事這樣拿東西 東西不放著 幹嘛用手肘開 好啦反正他就是 讓你可以省力 喔這有時候冰箱的門側邊 東西很多嘛 那你就是可以這樣 one touch 喔有沒有很Fashion 有 朋友來你們家一起做這樣 我給你看看 不要臉書 扣啦對不對 來來來來 我幫你拿你看 嗚喔 好厲害啦 對不對 好累 可能會覺得很新奇 你就滿足你的那個 臭屁的慾望好不好 好啦 總之來介紹一下這個冰箱 阿廟白 公升 嗯 不簡單 600公升的冰箱 其實跟我們家比起來 我們家是舊的傳統上下門 欸先關起來 舊的上下門 我們家是舊的上下門 阿 傳統就是上面是冷凍 下面是冷藏 那我用新的冰箱 它這個下面 就變成是冷凍 然後上面就是冷藏 好 就來介紹這個 600公升的冰箱 好 其實滿方便阿 因為上面就是現在變冷藏室 冷藏室是比較常 拿進拿出的東西都在冷藏室 它這個側然算滿大的 比如說我平常用這種兩公升的飲料阿 然後牛奶阿 罐裝飲料阿 其實發側面是滿方便的 然後這些調味料 這邊都很夠用 然後上面的隔板 也是你可以做上下的這個調整 那比較方便的是如果說 你有些比較大的湯鍋 然後它下面其實有那種 承板是比較短的 比如說你前面可以讓你的大鍋子 可以比較放得下 然後後面的這個承板 應該說承板可以往後 拿起來比較大 你看 來特形一下 阿你跪就對了啦 要嘗試當前啦 不是啦 你看這裡 有沒有 這個就是 後面比較短 你會看到隔夜菜或是 煮好的菜有些冰起來 可以放這邊 然後這邊可以放個比較大的鍋子 然後上面也是啦 上面是放一些 醬料罐阿什麼的 應該講說比較好拿取的 其實都放上面 然後 它的蛋盒其實 在側邊也可以放 那我們比較喜歡 習慣阿就是可以 要用的時候整個拿出來 其實比較方便 所以它有附一個盒子 就是你也可以把蛋盒放在這裡 是很方便 它這邊的牆壁 你會發現很薄 比傳統還薄阿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 它看起來 跟我們舊的冰箱大小 外面沒有太大差別 因為它牆壁比較薄 所以裡面鋼素的容量比較大 而且你看 尤其是深度的部分 來特寫一下深度 你看整隻手 整隻手 伸進去 對 它深度也比較深 另外我喜歡的地方就是 它的燈很亮 你看側邊 左邊 右邊 右邊 對 側邊的燈很亮 這樣子 它這個模式還蠻多特別的 那一般我們在冷藏的地方 就可以選強弱 然後冷凍的部分 它也是可以選強弱 那冷卻它的功能就比較多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抗菌先動保鮮室 抗菌先動保鮮室 大概溫度在0到3度之間 比如說比較適合放一些 比如說 比較容易壞掉的東西 或者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中午回來 外帶的咖哩飯 那可能晚餐要吃 放這裡其實蠻適合的 那像我們家常用的起司乳酪放側 那 它有一個功能就是說 它也可以作為 快速解凍的一個地方 那 就是說 像我們 我們常常晚上要煮 煮雞湯 那這個通常 賣場回來之後就會拿去冷凍 分切比較方便 那 隔天或是晚上 你要拿來煮湯的時候 我就把它放在這個 湯圈先動式裡面 那 放在裡面 它就比較快的把它解凍 算是一個解凍式的功能 抗菌先動 抗菌解凍 快速冷凍 蔬菜冷凍 蔬菜乾燥 那 解凍就會放在那邊 那 等它 應該講說它解凍之後 就可以直接來煮雞湯了 好不好 再來 有看到這一部 下層 下層 下層講完了 快速講到下層你看 來看一下 這是戰利品 下面就是 蔬果保鮮室 那 通常就放一些 比較上面 它其實有抽屜式的設計 我覺得不錯 上面就放一些 比較 最近要吃的水果 或是它沒有那麼高 它有一個抽屜的感覺 放在這裡 它可以保鮮 那抽屜拉開 你會發現 欸 那你的蔬菜怎麼都沒把它蓋起來 那蔬菜一樣放在裡面 它一樣 應該說蔬菜你就是沒有包好 沒有關係 它不會 像傳統這樣太乾燥 它一樣會有很好的濕度 那如果放就好了 所以你就越來越難度 後來就丟在家裡裡就好了 連綁都不綁 對 然後這裡就是給你放你看 這裡就是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給你放 兩公升的這種包裝 那剛好怎麼樣 我一個月就會去賣場買一次這種兩公升的牛奶 我一次就買六罐 一罐放上面 五罐剛好放下面 這個剛剛好 這個設計我喜歡 你看 打開抽屜 不用彎腰 就直接這樣拿出來 這滿方便的 好 冷藏 再來呢 這個是我每天會用到的 這是冰塊 冰塊盒在這裡 它就會自己 製冰 會自己產生 那為什麼我說每天會用到 因為我每天早上都要 煮拿鐵 所以 每天都用拿鐵 所以就用到這個冰塊 那這個冰塊很妙 從這裡加 你看 從這個水盒 這個水盒 那你把它倒滿之後 放進去 就這樣子 很好 對 這樣就好了 不容易 不然如果你有時候 擠的話 製冰的話 你想要快速製冰 或是不要製冰 不按的話 它也是會慢慢產冰 就是從這邊出來 很方便 都是冰 好 那這個是一個快速冷凍式 比如說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肉啊 如果有包裝好 想要快速冷凍 你怕 從曼腸回來 已經室溫了 你想要趕快冷凍的話 你就可以放這裡 這很方便的一個地方 好 都是冷凍喔 來看一下最後面壓軸 好 好 它也是兩層的 就是冷凍它也是兩層 這是比較薄的啦 薄的地方你就可以放些比較扁的 然後下面 這容量其實很大 後面還有放兩層這種東西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冷凍其實蠻好用的 就有抽屜 那另外一個是 當有設計你打開再塞回去 其實冷空氣下降 它不太會跑掉 所以打開關起來其實還是很省電 那一來就是 容量還蠻大的 這樣 好 本來說今天要來幹嘛煮雞湯 煮一下雞湯 煮一下雞湯 來 煮雞湯 來 哪樣 剛剛已經把蘿蔔切好之後 對不對 我們今天要煮老菜脯雞湯 現在來煮老菜脯雞湯 錯亂 那我們已經把這個 雞腿肉就是放在解凍這邊了 那已經解凍很方便了 我們有點偷懶啦 因為有時候就是先煮一煮 把雜質濾掉 我們用外用過來煮比較偷懶 所以今天就是 雞肉稍微沖沖沖乾淨就好了 把雜質沖掉 那菜脯就是稍微清洗一兩次 把這個 因為它這個老菜脯在曬的時候 多少會一些風沙跟灰塵 所以你耳朵 洗兩次 洗兩次把它洗掉就好了 有沒有簡單 就這樣 來 來 接下來這很簡單 我們這個把它倒倒下去 菜脯倒下去 你會想說怎麼那麼偷懶 通常不是先煮一煮 煮到有顏色嗎 我跟你講 萬用果粒就在這裡 你東西都倒下去就可以 你這個把它倒下去 夭壽喔 幹嘛這樣簡單 對就是簡單 好 我跟你講 最後如果它弄好之後 一定要加個東西叫蛤蜊 你會發現 加過蛤蜊的這個 老菜脯雞湯 就是多了那個鹹味 你之後再怎麼 再怎麼加 再怎麼喝 沒有加 你就覺得少一個味道 所以喔 最後一起來的時候 記得要加點蛤蜊 沒有啊 這樣好 好 下去 好 這樣下去 這樣下去 蓋起來 圓圓的 設定 圓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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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待著時間 我們就來 弄一杯冰拿鐵 好 分層 我跟你講 要先加牛奶才會分層 所以說齁 你專業咧 我們就要先加牛奶 來 先加牛奶 好 好 悠閒笑嘗 還是這樣 這大胃哪 啊 舒適 一邊等我的 蘿蔔雞湯 老菜脯雞湯 一邊等我的老菜脯蘿蔔雞湯 老舌 老舌 開蓋 喔 喔 很可以喔 唉唷 唉唷 萬用鍋就是厲害了 整個很入味 我告訴你 要加這個東西 最後滾了之後 就給它加下去 齁齁 唉唷 好大料的啦 邪惡 唉唷 唉唷 宵夜就吃這個啦 好 唉唷 你看看 這宵夜就是邪惡 唉唷 超濃郁 超級濃郁 好啦我們這一集介紹雞湯的 介紹冰箱齁 就到這裡啦 下次見 掰掰 老菜脯蘿蔔雞湯 我是沒有放 一般菜脯的 不然它的名字應該叫做 老菜脯老中清蘿蔔雞湯 那你念三字 不是 應該叫 老菜脯老中清蘿蔔蛤蔔雞湯 快點餒 現在我沒有加香菇 加香菇應該叫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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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